两口气看完大明十六帝 大明王朝啊 总共铺腾了276年十六位皇帝 但这十六位皇帝却个个都是旗旁 第一位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 天生的孤家寡人 开局一个碗装备全后俭 打出生开始就放牛 一直放到了他17岁 那年因为闹饥荒 除了他全家死绝了 为了活命 他跑到寺庙当了八年和尚 这时候朱元璋25岁 觉得当和尚好像也没啥前途 又跑下山当了三年乞丐 也就是说朱元璋一直在转型 但是越转越回去 越转越轻贫 穷得非常稳定 直到他28岁脑瓜子一热 从乞丐那跳槽了 选了一份非常有前途的职业 造反 这个行业呀 极端两极化 干好了 人上人 干不好 掉脑袋 哎 人朱元璋好像天生就是吃这口饭的 前面那几份行业都是在试错 造反造了20年 人干出业绩 成功了 摇神一变从乞丐成了皇帝 这一年朱元璋40 当了皇帝后呢 奇葩操作就来了 朱元璋是穷苦百姓出身 小时候经常受到官员的压榨 这就导致他当皇帝后 心向着百姓 不向着当官的 按理来说 这是好事 但朱元璋啊 做的太极端了 他太向着百姓 太不向着当官的了 给老百姓重新分配了土地 减少了赋税 这手底下当官的呢 设立了严律 减少俸禄 据史料记载 明朝的官员 俸禄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朝代中最低的 不光是不向着当官的 他是看见当官的就费劲 总觉得这人呢 只要一有权 一有钱 就变坏 所以这明朝的官员们啊 只要是犯一点小错误 就被他砍头 以至于当初和他一起打天下的那些小伙伴 都被他杀得七七八八了 朝廷的官员们呢 每天上班就跟上刑场似的 都干颤的 后来是越老越妖了 怕官员们背后搞小动作 他还设立了一个特务组织 锦衣卫 职责就是替他暗中监察百官 可以先斩后奏 也就是说 无论你多大官 只要是锦衣卫怀疑你 不管有没有证据 都能先剁了你 这下当官的更惨了 不止上班干颤 下班回到家 连大气也不敢传 红武三十一年 朱元璋驾崩 享年七十一岁 这位不同寻常的皇帝临死前 还干了一件与众不同的事 他没把皇位传给儿子 传给了隔背的孙子了 也就是大明的第二任皇帝 十七岁的建文帝朱允文 朱元璋死前 为了确保朱允文 有个和平的执政环境 特地将儿子们四散各地 做藩王 替朱允文守边疆 朱元璋认为这个决策很英明 所以他很心里的闭上眼 撒手气去了 身后事 他老朱可不管了 可哪成想啊 这朱允文一上位 就把他爷爷的决策给改了 他认为各位叔叔们 都是三王手握重兵 疼他这大侄的时候呢 替他守边疆 万一哪天疼腻了 再带兵来打他 那咋办 这也让他这个 当皇帝的太没安全感了 不行 必须削藩 其实如果咱们站在 他这个皇帝的位置上 想一想啊 这么做也对 但是朱允文奇葩就奇葩在 他削藩的方式太二百五了 就算想削 你也一个一个来慢慢的削呗 你非得跟玩娇娇乐似的 传一会儿 想一口气全削了 这下好了 叔叔们眼看着要集体失业了 联手起来造反了 其中挑头的就是北京的燕王 朱允文的四叔朱棣 三年就打进了首都南京 成为了大明的第三位皇帝 朱棣上台后 干了好几件大事啊 第一件事就是迁都 把首都从南京迁到了北京 咱都知道朱棣就是在北京起的家 但是他迁都北京 并不是因为他是个练家的人 而是因为北方的蒙古人 在朱棣迁都之前 蒙古人已经多次南下侵扰中原了 为了能够更好的有效的抵制住蒙古这个强大的对手 朱棣决定亲自镇守国门 这就是天子守国门的由来 事实证明呢 朱棣迁都北京 确实是正确的决定 天子守国门的威力真不一般呢 从永乐八年一直到永乐二十二年 朱棣亲自领兵北上深入墨北 多次打败蒙古 从此明朝一直到灭亡为止 首都都在北京 第二件事重用太监 这件事就有好有坏了 好的一方面呢 是他当时让大太监郑和 造了一支船队下了西洋 将大明帝国的荒药散播给了很多国家 甚至就连他死后 郑和依旧继续在大海上乘风破浪的前行 向世界人民传播大明的文化 坏的那一方面呢 就是他当时又让一群太监 办了一个新的特务组织 东长 以至于后期出了个祸乱朝纲的魏忠贤 第三件事 薛藩 但他跟他大神建文帝玩萧萧乐不一样 朱棣采用的是温水煮青蛙的怀州政策 先后用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 摆平了诸位兄弟们 最牛的是 他还举全国之力编写了创世剧作 3.7亿个字的永乐大典 几乎涵盖了中国历史上 所有的知识点和人文趣事 咱俗一点说 就是在2020年法国的一场拍卖会上 以每卷3200万的价格拍卖过两卷 而永乐大典一共有11059卷 当然这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不能简单的用金钱来衡量 1424年朱棣家崩 享年64岁 皇位由他儿子太子朱高志接手 他也是大明的第四位皇帝 这位仁兄很有特点 一身肥镖 是个典型的肥仔 看不见脖子的那种 人只要一胖就容易得病 朱高志的身体就没好过 一直都是病痒痒的 朱棣打心底里是不待见这位太子的 之所以把皇位传给他 就是因为这位仁兄有个好儿子 叫朱瞻基 也就是说朱棣是看在孙子朱瞻基的面子上 才把皇位传给他的 说白了就是让他来皇位这过渡来了 他呢也不负众望 登基不到一年就挂了 享年47岁 皇位顺顺利利的来到了朱瞻基手中 他也是大明的第五位皇帝 视为明宣宗 朱瞻基算是明朝少有的 差点成为五星好评的皇帝 作为明成祖朱棣看中的孙子 朱瞻基也确实有本事 英明神武 年轻的时候就跟着他爷爷朱棣北征蒙古 是个文武双全的人 当了皇帝后呢 他更是历经土治 将大明朝治理的井井有条 可以说明朝的人宣之治主角就是朱瞻基 毕竟他爹只干了不到一年的皇帝 唯一的爱好也非常健康 都曲翠 所以也被称为蟋蟀天子 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污点 就是他教起了太监读书 掀起了太监的读书潮 而且还让太监干涉了朝政 给他的后代挖了个大坑 他在魏西间太监们是没掀起啥风浪 但是在他死后的两百多年时间里 百步皇帝欺压大臣的宦官是层出不求 1435年 当了十年皇帝的朱瞻基 驾鹤西去 享年37岁 9岁的儿子朱启镇继承皇位 视为明英宗 他也是大明的第六位皇帝 完美的跳进了他老爹 给他挖的太监坑 当时明英宗身边有个太监叫王振 还是小伙的时候 做人做事就比一般人要狠 狠到啥程度呢 自己亲手动的刀 当的太监 王振进宫的时候呢 又正好赶上太监的读书巢 弄得他不止马屁拍的好 还有点文化 再加上他一进宫 就跟在朱启镇的身边 朱启镇就是他一手带大的 因此呢 王振在朱启镇执政期间地位就特别高 野心还大 这辈子最大的愿望 就是想成为像前辈郑和那样的统帅 1499年赶上蒙古人入侵中原 王振知道机会来了 但他作为一个宦官呢 大伙又不可能让他去带兵打仗 咋办呢 他就忽悠皇帝去御家亲征 他好跟在身边出谋划策 这样呢 没准就能捞过军功 实现理想 但凡脑了正常点的皇帝 都不可能带着太监去打仗 但朱启镇这二货 同意了 带着王振领着20万大军就去了 按照当时的国力来讲 明朝打蒙古 虽然说没那么容易 但绝不至于输 这事坏就坏在王振想 臭显摆 想用这20万人为自己冲门面 在出征的同时呢 顺便回了趟老家 显摆一下自己今天的成就 朱启镇又同意了他这一想法 结果 在土木堡被蒙古人包了饺子 王振死于乱军之中 朱启镇呢 呈俘虏了 被人绑到了国外 光荣呢 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职皇帝 被人绑架的 这消息一传到北京 大明就懵了 忽然皇帝没了 留下这一大谈的事 咋办呢 这时候就有一个叫于谦的大臣蹦出来了 力挺朱启镇的弟弟朱启玉 代理朝政 登基为帝 这也是大明的第七位皇帝 哎 这就好玩了 太上皇和现任皇帝是平辈 除了大明 你还见过哪个朝代有过 朱启玉呢 看着屁股底下的龙椅 脑瓜子是一片空白 他是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啊 接下来这事该咋办 他也不知道 蒙古这边呢 这时候拿着皇帝过来勒索 说拿钱 不然我就剁了他 于谦呢 也不惯着 说这位现在是太上皇 不是皇帝了 不值钱了 愿意剁你就赶紧剁 总之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不服 来战 就这么着 明朝建国之后 第一场首都保卫战开始了 打得轰轰烈烈 最终于谦用他的大无谓的勇气 指挥明军 击败了蒙古人 蒙古人一看 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了 便撤兵回国了 你说你撤就撤吧 他半道还把朱启镇这个人质给放回来了 这下好了 现任皇帝朱启玉大脑又空白了 你们这都是什么牛马操作 不给钱你就撕票呗 你退票是几个意思 他回来了 你们让我咋办 这皇位我是做还是不做 从此之后 他就开始天天闹心 果不其然 在他病重的一个晚上 大臣们重新把他大哥朱启镇推上了皇位 没多久 朱启玉就驾崩了 享年29岁 重新上位后的朱启镇呢 先是把雍丽弟弟的于谦给杀了 于谦被杀后 按照惯例要抄家 但是抄家的官员们呢 在于谦的家中是什么都搜不到 搞得官员都不好意思再抄下去了 只能如实的向皇帝朱启镇汇报 朱启镇听完后就立马后悔 杀掉于谦这位忠臣了 但是这世界上没有后悔要啊 一代忠臣名将就这么冤死了 随后又把弟弟朱启玉给祖谱除名了 朱启玉到死都没进十三陵 1464年 朱启镇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或许是出于对冤杀于谦的内疚 在临死前呢 下令废除了殉葬制度 享年38岁 这之后太子朱建申几位 是为明宪宗大明的第八位皇帝 这朱建申啊 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皇帝中算比较仁慈的 他非常理解叔叔朱启玉临为受命的无奈 所以呢 就给戴宗恢复了身份 进了十三陵 也给于谦二平的反 非常的深明大义 本来是可以做一个明朝排名前五的好皇帝的 但是他不止仁慈啊 他还不爱 爱道士 他坚信道士练的丹可以长生不老 但是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了 古代的仙丹都喊狗吃了就死 爱翻僧 因为翻僧练的药可以让他暂时的成为烙矮 爱太监 出钱出力给太监造了个西场 就因为这个西场 直接就把他踢出了前五的行列 1487年 长期磕药的朱建身 驾崩了 享年40岁 以后他的儿子朱又称几位 是为明孝宗 大明的第九位皇帝 明孝宗接班的时候还不到20岁 是个有理想 有抱负 有追求的三好青年 能力也在线 大明也在他手上迎来了一波小高潮 在位期间重用各种能臣 力挺文学大咖 把李孟阳废除八股文 大搞复古运动 提出了新的文学主张 文壁秦汉 诗壁盛唐 让之前死气沉沉的文坦 重新焕发了升级 涌出了很多的才子佳人 唐伯虎就是这个时候冒出来的 于是中国文学在经历了唐诗的豪迈 宋词的典雅 元曲的瑰丽后 明朝的时刻也登上了新的高峰 但是啊 就这么一个开明的好皇帝 身体不好 在天天高强度的工作下 终于泪瘫了 于1505年驾崩了 享年36岁 到这大农16个皇帝没了9个 而剩下的那7个操作更奇葩 咱们下一个视频 再把剩下的那7个皇帝 给他穿成串 好好的帮大家顺一顺